一阵枪铃弹雨 二军士兵准备来一场反攻突击 在激战的前线盾内刺客 二军展开新一轮回击 甚至还与外国佣兵交火 就是不想被贴上反攻失利的标签 二军在乌克兰多点开花 试图守住更多阵地 在乌东的新盾内刺客区 一架法国坦克被二军炮弹袭击后 翻倒在壕沟里 士兵得意洋洋 站在法治坦克旁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他们击退乌克兰的攻势 基辅也再次成为攻击目标 本来宁静的夜晚 突然警报声大作 为了迎战乌克兰的大反攻 现在俄军使出新战术 采取自杀攻击 俄军以远端遥控方式 把坦克开向一处壕沟 企图引爆车内炸弹 幸好最后被乌军发现 整辆坦克瞬间炸成巨大火球 俄军在战场上 祭出新战术找突破点 现在国内也持续铲除异己 控诉遭到不平等对待 他是曾经数度动员 大规模反克里姆林宫 抗议行动的反政府人士 纳瓦尼 星期一他再次出庭 接受审判 他的父亲也到现场参与听证 纳瓦尼目前就之前的贪污指控 正在狱中服9年的刑期 不过这次俄罗斯检方 竟然在提交多达3828页的起诉书 就是要让他再面临额外30年徒刑 纳瓦尼还控诉在狱中 他遭到骚扰被关懲戒 甚至还要跟生病或是很臭的 受刑人关在一起 作为普京最大的眼中钉 纳瓦尼的世界只剩下小小的铁窗 想跟家人团聚 恐怕遥遥无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